哈喽大家好,我是尹宁,欢迎收看我的影片 那么今天我来到了上海的原神Fest漫展 几乎可以说是米哈游单独针对原神开的最大的一次漫展 门票也是贵的离谱 298一张普票 我靠,比我兄弟命都贵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通过这个视频 带着没能来的小伙伴鱼逛一下展吧 为了来漫展能更有参与感 可以看到我也是出了钟离这个角色 怎么说呢,我个人感觉非常的 热 其实我逛了两天 这个展子跟其他展子最大的不同点在于 这次米哈游在里面搭建了非常多的游戏里存在的场景和事物 比如忍东之树 旁边还有一个阿比多的立牌 开展那天旁边真的会站一个超级帅的阿比多 还有各种各样的神像 除巴巴托斯在这里拍照一定非常有感觉 稻妻的神音术还会发紫色的光 只要看 甚至还有稻妻那个任务里被封印的大妖怪500葬 这里是秦团长的办公室 我第一眼看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被震惊到了 从办公室走出来之后 在对面的不远处 你就能看到一只趴在那叙事待发的风魔龙 近距离看很有压迫感真的好帅 不过底下这头猪你怎么回事 猪假龙威是吧 还有张灯结彩的黎月港 走在里面的时候真的是有内味的 早逢你真的进入到了黎月一样 同时你走两步还能看见一个超级好看的角色 体验挺沉浸的 走累了的时候你还可以进入贸易酒馆打打牌 完了还有一些场景我就不一一解说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看完了这些之后这个馆就逛的差不多了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去另外一个馆 如果说刚才那个馆是为了各种各样好看的Corsair服务的 那么这个馆就更多的是给B站做原神二创视频的相关up主服务的 这里是之前跟原神出过联动的各种品牌的店 同时也方便你逛展的时候饿了能有地儿买吃的 然后在这些好吃的旁边还有贪吃的球球人在跳舞 看你别说跳的还挺还原的 在这些吃的对面就是展子里最大的舞台了 米哈游在这里办了原神声优角色的见面会 但是因为人太多了我没怎么拍摄 因为我觉得与其使劲往前挤 你还不如到旁边的KFC那边打开手机看直播 反正你正在现场旁边群众的呐喊你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拿手机看直播不香吗 是吧 反正我上次去BW美伊里亚的现场我是这么干的 再往右走你会看到一个超级大的锅巴 不懂就问这么大的锅巴能单杀招宅影节龙兽吗 再往后走你就能看到各种的up主摊位了 在这里可以买到你喜欢的博主创作的图人周边 我可以先记录这个点 我这次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线任务 哦不对甚至可以说是主线任务 录这个视频才是支线 不过咱们先挂完再说 在这个馆的最右边有一个超级大的旋转木马 或者说是旋转史莱姆 总之这个玩意儿是这个馆里面最吸引我的东西了 但是人真的超级多 我那两天根本没时间去排队 然后我还拍到了一个美少女在弹琴 弹得很好 只是我越听越痛 不知道为啥 观众跟我们里面一样吗 话说这里的乐器都是免费给路过的旅行者上去演奏的 专门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地方 可以 我觉得挺好 然后在这个小舞台的左边就摆放着雷电将军的模型 也就是游戏里雷神那个周本里的样子 官方请的这个corsair也是真的很好看 不知道又是哪个博主 然后在他的左边也就是我视频里后面的地方 是一个up主的作品展览馆 那么至于这里我为什么不放线上的原声呢 来让你们听听我当时在说什么皮话 果然就算变态如我 第一次当了这么多人的面拍视频也还是会紧张 里面就是一些up主的画作展览 还有令人脱口而出 卧槽的场景模型 各种一比一还原的武器 看到我一愣一愣的 还有就是一些当年火爆必战的视频的原稿 曾经网上那些让你目瞪口才的视频作品 如今把实物呈现在你的眼前 再让你震惊一次 看的还是挺过瘾的 OK逛的差不多了 由于一些原因 我可能漏了那么两三个场景 但是我能拍到的都在视频里了 好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我的主线任务 那就是出仲黎在朋友的摊位帮他一起卖东西 仲黎财神贴化 令人眼前一黑的作品 9号那天我们去布置摊位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心里是非常忐忑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下别人的摊位 布置的琳琅满目 卖的物品也都特别精致 再看看我们的摊 用20块钱的简易鞋架支撑 再用PCC5块钱好几个的小夹子固定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海报有些透光 看不清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刚才20块钱鞋架的牛皮纸包装盒 就派上了用场 随便用剪刀剪刀剪刀 拿透明胶膜什么一粘 OK大功告成 就可能看上去会有那么一眉眉的简陋 但还是没有关系 我们主打一个薄力多销 全场8块8四张海报一整套 我们想着这样的定价 不至于在漫展结束之后剩下太多 但正式开馆之后 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我们当时只印了一千份 结果第一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就全部卖完了 当时人真的超级多 两个人都差点忙不过来 因为我们的摊位不用排队 出货的速度很快 人流量一波接着一波 卖的途中还有一些小伙伴问我能不能合照 那两天只要是提出了这个要求的 我全部都同意了 就算当时很忙 我也一定会出出空来去跟他们寄油 我心里想的并不是因为他们买了我们的东西才要合照 而是我觉得 即便我在摆摊 看上去不是很方便 那些小伙伴还是提出想和我合照 我觉得挺难得的 我特别开心 第一天提出之后 我们根本就没时间逛着 回去赶紧抓紧又印了一千份 结果第二天更夸张 十二点半的时候就全部卖完了 我也是这才有机会能拍完这个视频的素材 两天下来真的很累 那两个上午我嘴皮的基本没停过 不断的重复价格和一些感谢之类的话 一上午过去我的嗓子都快冒烟了 但毕竟是卖东西嘛 在里也要有耐心和充足的礼貌 这应该是基本的服务态度吧 OK 那我这次的原神饭子之旅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不得不说 这次的展子作为米哈游开的最大的展之一 真的是有特别多的博主 在咱们开头介绍的那个馆 你能看到的每一个妆容精致的Courser 几乎都是视频博主 你在逛的时候 如果你去好 你还能看到他们拍视频的现场画面 还挺有意思的 该说不说 逛漫展真的是很容易让人容貌焦虑呀 好看的人真的太多了 特别是当你跟别人撞山的时候 不是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吗 叫做壮山不可怕 谁丑谁尴尬 我就看到一个超级帅的钟离 虽然很尴尬 但是我还是上去合照了 为什么我要给自己打码呢 别问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种情况下 我真的不好意思露脸 后来回家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这个钟离也是一个博主 我一般不用长得很牛逼去形容别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兄弟就不适合了 我知道自己长得不是很帅吗 第一天我没有化妆 但是第二天的时候 因为所谓的容貌焦虑 而且我又想到 来都来了 那就试试呗 于是我第一次去找了妆娘 但其实反过来想想 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 对好看的定义也不一样 我根本用不着去容貌焦虑 比我帅的人是有很多 那又怎么样呢 既然接触这一点就好了 没有别人好看 又不代表我就是丑的 是吧 而且这次我在惯脸的时候 也有好多人找我合照了 开心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是跟那个超帅的伊豆兄弟 他当时站在四号馆出口的地方 我正在往隔壁馆走 本来那会儿我再忙 没想去挤我的 但是我俩对视了鸡眼 直接就折返回去了 我挤完他也挤了一下 真的 就是当你去找别人合照的时候 你拍完他掏出手机 说也要拍一下 这种双向认识的感觉 真的贼爽 然后重点来了 他还夸我特别帅 我看我是真的夸了那种 你知道吗 我能感受得到的 不是寒暄 他这么一说我也放开了 摸了摸他的腹肌 当然是争取了他的同意之后的 看看我这没出息的样子 都聊到这种地步了 我当时为啥不扩个恋呢 可惜 只能说未来永远再见吧 最后就是我这个装的问题 我那天发完朋友圈之后 我列表所有会化妆的 都吐槽了一个遍 那我个人感觉 一个是太白了 另一个是下眼线 可能有些问题 但其实我感觉 那个装娘真的人挺好的 可能是因为当天 他交通工具晚点迟到了 导致他有些紧张 红色眼影也忘记给我画了 我前脚刚走 他说要过来给我补一下 但是第二天 我因为要布置摊位 特别毛就算了 刚才聊了一下之后 得知他学化妆很久了 但是也是最近 才开始接装给别人画 新人COS给新手装娘念手 挺合理的吧 虽然这次出现了一些意外 但是也没什么关系 不过也希望下次 他可以慢慢来 不要再着急了吧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还请给我点一个 免费的赞和打打的订阅 那么我是一宁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